真意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台灣社會曾有一段時期 陷入了隨機殺人的恐懼 因為從2009年 黃富康殺人轉運案爆發後 幾乎每年一件重大殺人 七年裡喪失了九條性命 這次來補齊最後一樁案子 也是唯一罕見跟日期有關的犯罪 接著就跟著老Z回到案法那一天 老翁遭被一次襲擊 身中五刀侥幸活命 兩週後另一翁遇害 46刀割喉惨死 歹徒抓狂再度揮刀 碩士生掛彩重傷 恐怖累犯假釋再犯 竟人人逃死定念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周日殺人魔 屠家文隨殺案 時間回到2013年3月10日 地點在台南柳營集水溪一處堤防 這天是個悠閒的星期天 下午4點半一名退休銀行鄉里 獨自在這騎自行車運動 享受傍晚的徐徐微風 卻沒想到背後有一名死神 亮出了刀子 案發現場血跡斑斑 吳姓老翁的腳踏車也倒在一旁 就連拖鞋也來不及穿 那是男人 都沒有啦 拖鞋來就扯下了 兩手臥刀一直扯 都沒說話 人也沒我的名字 我是用車在那邊刀 在那邊刀 69歲的吳姓老翁 手臂被刺了兩刀 胸腹中了三刀 右胸肋骨的刀傷 更深達五公分 身中五刀血流如柱 對於莫名其妙被砍 老翁大罵 歹徒又夠可惡 連刺他這麼多刀 根本想置他於死地 第二邊刀 刀子我來刀子 我們刀子 他刀子我刀子 我想要刀子 之後下午 一名年約30歲的機車騎士 持刀朝他背後刺了過來 但第一刀沒刺中 沒想到歹徒又回頭 朝他連刺了好幾刀 還拉著他不放 直到有路人出現 才趕緊逃離現場 阿肚人冷笑 先預備 老翁的妻子得知消息嚇壞了 只說先生根本不認識歹徒 而且歹徒沒要錢 就直接行凶又夠恐怖 由於事發過於突然 加上堤防根本沒有監視器 老翁也只能描述是個年輕人 連車號都沒看清楚 警方偵辦陷入膠著 只得從轄區治安人口來清查 但萬萬沒想到 兩個星期後 同樣星期天 慘案再度發生 路口監視器清楚拍到 晚上十點左右 嚴信老翁騎著腳踏車 離開了里長家 前往巡視稻田 沒想到這一去 就在柳營奇美醫院的 後方產業道路上 被人連砍了二十多島 有一個嚴信的老翁 他路倒在那個農路上 那經送醫急救不治 那我們到現場去看驗 發現他身上有多處刀傷 這真的惡劫 這真的惡劫 你是不是有懲罰 沒有什麼人 密案的地點燈光昏暗 很少有人經過 電線桿旁的地上血跡斑斑 延續老翁的頸部動脈被劃破了 倒臥在脅迫當中 被路人發現後 緊急送醫急救 兩週內連續兩起凶殺案 都挑選在人少的偏僻道路 再讓第二起被害人不幸死亡 連追查線索都沒有 讓柳營警方一個頭兩個大 更讓人吃驚的是 第二件沙涼案後不到一小時 又有人被砍 密案發生後的三十分鐘內 李老翁遇死的地點 差不多五分鐘路程 一位男一大的研究生 在回家途中 被兇嫌從背後吃刀猛刺 刀刀劍骨 當時父母親聽到不尋常的聲音 跑出來看 竟目睹了親生兒子遇害 這等的得了 是喔 她腿胸是騎兜牌的 騎兜牌的稍微怎麼會 差不多幾歲了 不知道 也不知道 只要坐這次停下來就拿了 七十四歲的嚴信老翁被緊急送醫 到院時已經失血過多 沒有生命跡象 不到三十分鐘第二輛救護車 把重傷的男大生送到醫院 他腹部胸部有多處 他腹部胸部有受 沒有啦 都沒有 對啊 她腹部胸部 還減少高的啊 媽媽說還好兒子在大學時 曾學過劍道 才能閃過好幾刀保住一命 半個月內台南柳營 連續發生了三起凶殺案 地點都在偏僻的田地旁邊 從被害人描述的歹徒特徵 警方研判胸嫌應該都是同一人 身高175公分到180公分 穿黑色衣褲騎機車 帶全罩式安全罵 24號晚間被砍的兩人一死一傷 受傷的男大生還在醫院 跟死神拔河 兩週前被砍的無性老翁 腹部的傷口還貼著紗布 他回想騎車被砍的瞬間 還是嚇壞了 家屬也氣得大罵 根本是蓄意殺人 這個是蓄意殺人嘛 研究生背部胸口各中兩刀 傷勢嚴重被送進加護病房 而第二名被害者岩江雄 經法醫相應後 確認被砍了46刀 頸部靜脈被刺斷 肺臟塌陷 完全就是要他的命 只是這三人生活毫無交集 兇嫌為何要向他們鎖命呢 幸好被害研究生跟家屬 都有機警記下車號 很快就鎖定一名毒品前科犯 屠家文 檀檀柳營接連發生凶殺案 警方立刻鎖定一名可疑男子 這名37歲的嫌疑人 因為毒品案去年才剛假釋出獄 卻因為騷擾鄰居 多次讓警方上門盤查 晚間來到住處搜索 院子只停了一輛機車 但家中只有父親一人 你長三個女士 就是長了嘛 你貼你兒子 貼你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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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前的父親閉著雙眼 24號深夜接受警方問話 表情凝重 鄰居一聽到他都心怕怕 因為嫌犯經常晚上喝酒 發酒瘋 時常恐嚇他們要小心一點 他才曾因殺人罪 坐過了14年的牢 剛出獄不久 警方鎖定這名前科犯 是因為三起凶殺案 不只距離相近 而且距離這個可疑男子的住處 也很近 緊密的地緣關係 3月10號 先是70歲的無姓老翁 在擠水溪的堤防遭砍五刀 3月24號深夜 74歲的岩姓老翁 在醫院附近被殺身亡 不到半個小時 1米22歲的男大生 也被凶嫌持刀突襲 行凶點都在同一條線上 凶嫌大膽連續殺人 兩名被害人 同一晚接連遭襲的地點 相隔約2.4公里 換算只要6分鐘車程 凶嫌是同一人的可能性 相對提高 屠家文被逮後 矢口否認涉案 但關鍵的是 警方在他住家 儲藏室的天花板 發現沾血的兇刀 並在床頭垃圾袋 找到了紙製刀套 他機車上多個部位 也都採集到被害者的血跡 面對鐵鎮如山 他竟然否認到底 說不清楚 忘記了 白說身上的血跡 是製作爆米花時 不小心弄傷的 你是不是有激毒 他就是連續殺人的圖性嫌犯 竟敢矢口否認犯刑 不過專員小組在他的租屋處 起出了殺人的水果刀 全罩式安全帽 血褲還有強力膠 其中血褲和刀屑上面的血跡 經過見識比對 證實是被害人的 警方因此認定 圖性男子 就是連續殺人的兇嫌 不管他怎麼否認 我們從 所所扣要到的那個 機證裡面 以及DNA 健驗的結果 是可以講鐵證如山 怎麼血跡比對出來 而且他有很多謊話 他把我們帶一帶 我想到無辜被殺害的丈夫 嚴老太太難過痛哭 怎麼也沒想到 丈夫只是去巡視農田 卻慘遭狠禍 我們兩個都出場 出場 我們兩個都出場 涉嫌連續殺人的圖家文 前科累累 從13歲就開始犯案 曾被裁定保護管束 20歲當兵還觸犯了 妨礙性自主 搶奪 逃亡 竊盜等案 被軍事法庭判刑 16年9個月 在2011年8月 假釋赴保護管束 沒想到 吸毒惡習未改 經常出現詭異舉止 沒關係 你要說我走就好 沒關係 我一個人 我在外面 不怕不怕不怕 不知不知不知 我要做的事 我不知道 我放一塊 我會幫你放的消息 我也沒辦法 休閒殘忍殺害老農夫 為何他的手段 會如此殘忍 涉嫌殺人的圖姓男子 在六歲時父母離異 家庭破碎 13歲攬上吸食強力膠的惡習 少年期間不斷犯案 鄰居說突性嫌犯 平時和父親擺攤賣爆米花 假日就吸食強力膠 經常出狀況 擾亂他們的生活 房東要求他搬走 他還落狠話恐嚇 男子不只吸食強力膠 警方還在他的房中 搜出一本日本懸疑小說 是我們搜索當天 在他房間的床頭櫃上面 所發現的 昔時強力膠又迷寫新小說 警方初步研判 突性嫌犯就是因為這樣 才會連續殺人 這下嫌犯落網 也讓附近住戶 總算能鬆口氣 那邊有蟲嗎 幹嘛殺人啊 為什麼要殺人 警方後來根據 包著刀套報紙上的血跡 見識比對後 就是被害的DNA 證實三起兇殺案 都是突性兇血所為 在他臥室垃圾桶裡面 所發現的這個 報紙刀套的裡面 有發現三點 是在3月10號 巴翁川防信道路上面的 無性被害人的血跡犯 警方以惡性重大 有逃亡治癒生壓 經過院方開庭審理 裁定收押禁見 進入法院審理 塗家文精神鑑定後 被檢註為 強力交使用疾患 與反社會性人格圍牆 他表示第二案只是因為 阿伯看我在蹊跤 我就拿刀捅他 而刺殺研究生 則是因為 我身上及刀子都有血跡 我會害怕 被害人經過 我怕他會看到 所以我就把刀拿起來 殺了他 雖然監定報告認為 他犯案時 並未有顯著受到 精神問題影響 法官人局可教化跟兩公約 且第一案的無性老翁不再追究 但仍無視令兩樁被害者家屬 請求判死 以及他從小到大 不斷的惡行 2015年6月4日 維持無期徒刑定業 今天判決真的 沒辦法接受了 仰這頭大喊不能接受 對司法絕望 她是101年 在台南有一場 遭到殘忍割喉身亡 小六男童的姑姑 還走 他不是要殺人嗎 民眾憤怒追打殺人嫌犯 回頭算一算 這七年來隨機殺人層出不窮 第一件發生在98年 黃富康為了轉運殺害房東 判死刑 101年曾文青 有一場割喉男童 因為精神疾病 更衣審判決 無期徒刑 102年 屠家文吸毒後殺害路人 因為傷者家屬選擇原諒 判無期徒刑 103年鎮捷捷運隨機砍人 四人死亡判死刑 104年 宮崇安文化國小割喉女童 也因為精神疾病判無期徒刑 再加上內湖女童斷井 七年來造成至少九人死亡 其中兩起殺害學童 都因為精神疾病 只判無期徒刑 兩宮約精神病犯或者是 心理疾病的被告 不得處死刑或執行死刑 只是近年來隨機殺人 一樁接一樁 殘忍殺害學童兇嫌 仗著精神疾病逃掉死刑 司法刑度拿捏 公平性再次被打上大問號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2024年在中捷跟北捷 仍繼續爆發隨機殺人案 難道這種類型的案件 真的變成了常態嗎 又究竟該如何防範呢 我是尚Z 我們下期見